女生喜欢一个人会有的本能表现 如果有人打你一巴掌 你是不是会感觉很痛 甚至想回答对方一巴掌 那这就是人的本能反应 那女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她也会偷偷流露出这几个本能反应 第一个就是会忍不住偷偷看你 如果你发现一个女生总是喜欢看向你 而当你看向她的时候 她就会立马躲避你的眼神 那恰好就是因为这一个躲避 暴露出了她喜欢你的一个心理 第二点就是她喜欢对着你笑 不知道当女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会由内而外的散发出一种 自然的笑 至于这种笑是为什么 可能更多的是欣赏这个人吧 或者是崇拜 就是那种从跟你一见面到结束 她都会一直保持这种崇拜的笑 第三点就是她会不知不觉的 将她的身体倾向于你这边 比如说你和她并肩坐在一起的时候 她会不自觉的略微倾向的 往你这边挨一下 当你们面对面做的时候 她甚至会主动的把自己的身体往前倾 那面对女生示范出的好感 该如何稳妥的抓住幸福呢 视力极限的表牌还是要等到实际成熟呢 太快表白会导致你的需求感暴露的太快 因为有些女生只是一时对你产生好感而已 等到真正了解你之后 最后还是得分手 这样的感情并不持久 那有人肯定会说 那我等到实际成熟 那什么样的实际才算是成熟呢 你自己也没有把握 最终只能错过最佳的表白时机 如果说你现在抓不住主意 又不想错过喜欢的她 那你可以去到主页回复秋秋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追女生的终极攻略 找准女生的穿狗鞋才会更容易的一举拿下她